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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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文哲一直是在台湾政坛里面 一位非常另类的政治人物 他的性格还有为人处事 都非常的与众不同 很多人对他的印象最深刻的 就是他那个招牌的抓头动作 现在他是真的要抓头 非常头大了 我想首先请教一下韩冰 科文哲近年来一系列的争议跟弊案 为什么会一下子爆出来 在年初的时候 他不是还在竞选台湾地区领导人吗 怎么会一下子好像成为阶下囚了呢 其实科文哲从初到以来就是一个备受争议的人物 那因为他一直就是打着他自己好像是个政治素人 然后不像传统的蓝绿的这些政客 然后感觉非常清新 然后对很多问题呢 记者有问必答 然后讲话其实还蛮直接的 甚至有点尖酸刻薄 所以对年轻人来说 他是一个非常另类的一个政治人物 也获得很多年轻人的喜爱 可是问题是 他当初是打着 就是自己不同于传统的政治人物 可是呢 等到他自己当台北市长之后 他自己也出现了很多的案子 包括金华城 包括这个台志光 包括北市科 陆陆续续很多案子 大家发觉 好像他有点眼高手低 实际上他自己在做事情的时候 也不见得是按照SOP来的 也不见得真的是科学理性物实 那所以他的争议就越来越多 那等到了最近呢 他甚至被人家发现 他在竞选期间一大堆的经费 这个报账的方式根本是乱报一通 然后所有的账根本都对不上 那他又被爆出 他居然把这个选举补助款 拿去给自己买私人的办公室 那他的太太又跑去看 一亿两千万的豪宅 那这跟他过去的人设差别 非常非常的大 所以在这种状况下 很多人开始质疑 柯文哲到底是不是 他们过去所想象中的那个阿伯 还是他只是另外一个政客而已 所以在这种状况下 当他人设破灭的时候 民进党现在开始有点趁胜追击 也就是趁你病要你命 当你人设一破裂我立刻动员 检掉来搜索你 然后才酿成了现在更大的一个风暴 那至于这个风暴到底要如何停息呢 说真的就要看民众党跟 柯文哲自己怎么去面对 确实柯文哲现在是一个头两个大 那各种弊案还有争议不断的延烧 那么包括呢 他竞选期间的假账风暴 还有这个购置办公室啊 跟韩斌所说的等等啊 以及造成这一次遭到积压禁件的 金华城容积率的弊案 在法律的部分我请教一下王律师啊 柯文哲一开始是先资源配合调查 然后呢被突然之间申请积压 再到法院这个裁定 这个过程啊 对于支持者来讲冲击极大 那甚至他自己定调是灵虐 当然他年纪也不算小了 那个时间跟体力来讲确实很辛苦 你觉得呢 你看这整个司法的过程 有没有一些问题 因为其实首先说明一下 他在整个过程 我个人看起来 大概跟一般案件 这个侦办的过程 没有太大的不同 包括说他一开始 他可能是以别的案子去进行搜索 然后后来到地检署之后 可能问着问着 就问到别的案子去 说真的这个在实务上面 并不罕见 就是其实不时会发生这种情形 那有的人会说 他一开始去搜索这个部分 会有一点好像是在摸索证据 就是说我不知道你 是不是真的那边 有这个案子的证据 可是我利用别的案子 然后去那边进行搜索 那这个案子是 这个部分是会有一点争议 那再来是 比较有趣的是 柯文哲一开始是志愿配合调查 那这个在实务上面 其实是检警单位常用的一个方法 因为如果说我们要 具体逮捕一个人 在检警逮捕他们之后 他必须要在24小时之内 就要把他放走 或者是跟法院申请鸡 但是如果说他一开始 他是志愿配合调查 那就没有这个问题 这个不会有24小时的问题 那大家都在猜说 为什么柯文哲一开始要志愿配合调查 那很多人会猜说 有可能是想要拼说 那后续不会被申请鸡押 就是我前面乖乖配合调查 那反正你查完了 你可能就放我走这样子 可是问着问着人 他那个廉政单位问完的时候 其实已经三更半夜了 已经很晚了 然后检察官才要复讯 而且问着问着又问到别的案子去 这个时候可能才发现 不对劲 好像是后面还有要持续的去进行这件事情 但是看起来是没有什么证据 所以柯文哲当场就拒绝 我就不要再被询问了 中间他拒绝了 已经三更半夜了 检方有一个当庭逮捕的动作 这个动作让很多人很震惊 为什么 主要是 这个其实一切都是已经整好的 他之所以当庭逮捕 其实是为了要完成后面 他要申请鸡押的程序 因为要申请鸡押 一定要先逮捕或具体 你后面才可以申请鸡押 当然整个过程 你看到这么大的动作 到他家里搜了4.5个小时 清晨突击 那包括当庭逮捕的动作 都让民众 因为民众可能对司法程序 不是很了解 律师认为是OK的 但很多民众觉得 从这个程序当中看起来 确实是罪证确凿 然后恶性重大 有留下这样的一个印象 那我让韩冰给大家说一下 因为整个案子 毕竟是相当的复杂 他是在2011年开始 陈庆金希望改建一个金华城 他希望把容积率 从392%提高到560% 但是到了下一任市长 郝龙斌的时候就打了回票 但是打了回票之后 监察院裁决下来 又认为郝市府的做法是不OK的 到了柯市府时代 就在这个560%的基础之上 能不能往下加 但是后来一路突破 就突破到了840% 所以这个过程当中 是不是有些不合法 韩冰我想特别对大陆观众 来龙去脉给大家说明一下 就正如秀芳刚刚所说的 这个金华城这个案子 拖了非常久的一段时间 因为金华城自己本身营运的问题 他其实还没有到 必须要都更的年线的时候 他就希望能够打掉重建 那所以他就一直在争取 能够有更高的容积率 可是当时的好龙斌市府 就一直挡住不让他过来 那到了2020年的时候呢 金华城就透过应小微来居中牵线 然后拜访当时担任副市长的彭震生 还有当时的都发局长 那表达他们想要 就是扩展容积率的这样的一个意见 然后到了当年的2月24号 那都发局当时回闻说 我们现在正在跟你打官司 我在跟你打官司的时候 我如果回复你 这不是我摆明在图立理吗 所以这是不被允许的 所以当时就这样挡住了 然后到了3月10号的时候 就开了一个便当会 便当会的时候 应小微就代替这个业者提出了陈情案 那柯文哲当时口头允诺送都委会 其实柯文哲当时这个口头允诺是被质疑的 因为你市政府正在跟他打官司 那你怎么会允诺要送都委会呢 因为这是一个很奇怪的一个决策 然后到了3月17号 金华城就向柯文哲陈情了 他要求包括560%的容积率 他提出了他的总统需求 然后到了3月19号 柯文哲就将金华城陈情案 送办都发局处理 然后到了4月6号的时候 金华城案的容积率 遭很多都委会委员质疑说 我们为什么要给他这么高的容积率 这个是看起来不太合法的 然后到了4月15号 柯文哲居然来二度盖章决行 要通过金华城案准用 都市更新建筑容积奖励办法 其实这也是很奇怪 因为我刚刚一开始就提到 他的年限不够 他其实是不应该准用都市更新办法 然后到了8月19号 金华城寒送都跟草案 到北市的都发局 引用都市更新条例 申请额外容积奖励 总共可以到840% 然后到了10月27号 柯文哲就二度盖章决行 通过金华城案准用都市更新建筑容积奖励办法 然后到了12月24号 金华城案容积率 遭诸多都委会委员质疑 因为很多都委会委员他们是专业 他们都认为 这个是不可以准用这个办法的 到了4月21号的时候 2021年了 那第二次便当会 那柯文哲指示都发局担任 金华城案的撰案经理 也就是等于市长交办 叫这个都发局 你一定要来处理这个事情 那可是呢 显然处理的进展不是很顺利 到了8月10号 第三次又开便当会 那这时候柯文哲指示彭正森 也就是副市长亲自接手金华城案 由他来担任这个案子的撰案经理 然后到了同年的9月9号 柯市府通过史上最高的 840%的容积率 那都委会第783次会议 也通过了所谓的金华城案 然后到了10月12号 彭正森代理柯文哲的决行 那金华城成功争取到20%的容积奖励 因为这20%的容积奖励办法是 台北市为了这个金华城案 特地提出来一个奖励办法 然后到了2024年 也就是今年的1月24号 那监委开始纠正北市府 认为金华城案是重建案 不是都市更新案 那这个容积奖励有重大的维师 所以整个这个侦办就开始启动了 然后到了5月12号 那北检就开始分案侦办 那柯文哲直接被列为被告 然后到了8月29号 因为应小威在前两天的27号 他试图从台中机场闯关去香港 虽然他宣称他要去帮妈妈买药 但是检方显然不相信 所以就直接拘提他 然后到29号的时候 应小威本人被北院裁定积押境界 所以案子到现在已经进入了下一个阶段 所以柯文哲未来到底会不会因为金华城这个案子 铃铛入狱就看检方跟律师这边如何攻防 好 韩冰刚给大家说得很清楚 这时间拖得很长 那中间有很多的关键 韩冰都给大家整理出来了 那我们一个一个来谈 我想先请教一下司刚 第一个 刚刚韩冰给大家整理 我们看到在这么长的时间当中 柯文哲的角色算是蛮明确的 所以之前一开始传出的新闻 好像是他交办的这个概念 但是到后来他大反转说他不知情 到今年媒体开始报道 他才发现原来容积率是百分之八百四 这个说法出来有点跌破大家的眼镜 但是也有很多专家就说 认为当然这个作为一个市长 因为手上的案子各方面陈情太多了 也有可能盖章并不意味着 你完全的是本人在执行等等 比方说昨天蔡正仁委员就说 比方说我们去申请户籍腾本 那上面也有市长的章 但是不是表示市长在这件事情亲力亲为呢 你的看法是什么 户籍腾本每天乳听的事情 连区长都不知道谁来办户籍腾本 但是所以他不是只有清华城这个案子 但是他还有其他很多案子 但是这么要受瞩目的案子 坦白讲并不多见 并不多见 这样你说大大小小的改建案 一般来说按照SOP的程序走 特别是柯文哲每次都很强调SOP 按照SOP的程序走 大概就到都发局这个层次 所以你觉得柯文哲不可能不知情 我觉得不可能不知情 因为这个案子是指标性的 那他不是口头表述 他是在他的社群媒体上 白纸黑字写下他不知情 那这是一个法律动作吗 我认为是一个法律动作 代表是他跟这个决策去做个切割 代表说他所盖的章子 按照都省会委员的意见 所来去核可的核定的 但是我还是要强调 这个案子不管是媒体报导 议会质询都谈过 都谈过 所以作为一个市长 不可能说我只抓大不抓小 更何况这是个大事 不是个小事 而且新闻报导篇幅都还蛮大的 都蛮大的 他不太可能不知情 好 我再请教一下斯刚 除了金华城案之外 那柯文哲还涉及了政党现金 假账案 还有补助金进到个人口袋的争议 那其中呢 这个柯文哲被曝光 他拿三分之二选举补助款 总计花了四千三百万新台币 折合人民币大概九百六十万 买了所谓个人的办公空间 那消息曝光之后呢 引发了这个舆论大华 柯文哲的回应是说 他参考其他党的案例 选举补助款三分之二可以归个人 那这个用个人的钱成立一个办公室 有不可以吗 这个台湾的争议在哪里 基本上台湾过去两个政党 国民党跟民进党 每次从选举结束的这个补助款 都是进入那所属政党里面 对 没有候选拿走 因为你参加这个领导人的选举 位阶这么高 等于是你有参选资格之后 几乎全党都在提名 用了不少资源 而且你是政党提名 是 你不是说我个人联署 那个人联署的话 就是钱归自己 所以基本上都是归属政党 把那个补助款给政党 但柯文哲说他参考其他两党的例子 我不知道他参考谁才知道 政党是党 他其实参考民进党 这党的规定要不要 但是是民进党的一方 一般民代 没有 民党的一般民代 但是基本上 不是领导人层纸 对 一般民代的话 基本上因为 对 一般民代没有问题 数额并不高 然后也许市议员 大概两万票 大概就六十万左右 所以他是参考错了是吧 他参考错了 所以这个就凸显 就是一人政党的问题 就是一人政党 很多事情就自己说了就算 然后其他的 党内的其他的人听了 就算心里面觉得怪怪的 但也不好意思提出不同的看法 所以这个在法律上 是没有问题的 但重点就是观感 观感 包括买办公房设等等 我觉得这是观感的问题 而且他办公房设是登记在个人身上 如果说你拿这四千多万 就去登记在民众党以下 OK 我觉得那就是一个大公公司 重视我拿到补助款 但是我还是用其他的方式 让这个党的 为党所用 让这个党有个办公处所 我觉得这个部分OK 而不是说 你在选举结束这段时间 并没有很长的时间接连爆出说 看豪宅 然后买房设 这些行为 让大家觉得说 那你这个钱是不是来自于当时 大家捐给你的这些款项 这个就是一个观感的问题 也是一个信任度完全被摧毁 所以我觉得这个跟金华城的案子 只是两个不同层次的案子 而有关这选举的这个错账 假账买房设 就是大家对他的信任感打折扣 信任感打折扣 那这部分损害的是他 未来的这种无形的 大家对他的信任感 但是金华城的案子 甚至后来可能会爆出其他的案子 就可能是牵到一些法律的问题 还有政治责任的问题 据台媒报道 柯文哲赤资4300万新台币的选举补助款 购入一套商务办公室 并登记在自己名下 虽然民众党方面澄清 选举补助款的使用 是参照了其他政党的惯例 并不违法违规 但选举时喊穷 选后立刻给自己制产的行为 还是给倒霉各界的观感非常不好 我觉得很夸张 真的是下定决心捞一次 人色崩盘 你怎么好意思拿走三分之二 有媒体将各党 如何处理选举补助款列举出来 县市柯文哲 把总计1.1亿元新台币款 将的三分之一捐给了民众党中央 剩余的则收入自己囊中 而国民党从马英九朱利伦 到后来的韩国瑜侯友宜 都是将一两亿新台币的补助款 全数捐回党中央 至于民进党的赖清德 这次是将1.6亿元 分别用于党中央做公益 和培养年轻党员上 但之前蔡英文是将三分之一 捐给党中央 三分之二给了自己名下的 小英基金会 都差不多了 蔡英文说 我是跟着基金会 当然只有你用 圣欧能去用小英的 民进党一再嘲讽柯文哲 明明有钱却还要去募捐 却忘了家财万贯的蔡英文 选举时狂收民众的小猪存钱贯 自家基金会在选后变得盆满钵满 因此不少岛内舆论批评民进党 是最没立场批评和讽刺柯文哲的 我继续问韩冰 刚才是刚才讲得很清楚 所以韩冰你觉得 柯文哲这个智商义武器 但是他是个法盲吗 那他在政治圈也蛮久了 你觉得他还是个政治素人的角度 用不知道可以说服大家 还有他当然了 如果说是从领导人角色来讲 他用人不宜 宜人不用 但是现在看起来 包括他的会计师 包括他的副市长 好像出问题的都是周边的人 然后他的答案都是不知道 你怎么看 其实柯文哲的智商是浮动 他有的时候157 有的时候517 所以是看需要而定 浮动智商 这个很难讲 但是他很多事情 他目前当然是因为 法律工房的关系 他很多都讲他不知道 但是以一般的实务上来说 你说他什么事情都不知道 这可能吗 我们随便讲一个 就是你其他的事情不知道 请问一下木可公司跟民众党的关系 你怎么该知道 结果你现在还告诉我们说 木可公司是一家私人公司 只是刚好他里头所有人 全部都是民众党竞选总部人 这个你相信吗 这个能够去解释给别人听吗 然后你的太太为了照顾自己的小孩子 成立了一家治疗公关公司 结果又这么刚好 这家公司就设在民众党中央党部 这是正确的吗 一般人会做这种事情吗 然后你什么事情都告诉我说 我只是一开始没想到 可是就好比说 刚刚那4300万的办公室 你说你一开始思虑不周 所以就直接选取补助款来了 我就想说帮民众党买一间办公室 就用你个人的名义去买 然后等到这件事情闹大了之后 请注意 克文哲选择的不是 好那我立刻捐给民众党 他选择的是信托 所以就表示 他还是要这一间名字 在他自己的名下 信托还是他的 是 所以这个就让人家觉得 他是不是真的很在乎这些钱 是不是真的很在乎这些房子 是不是他觉得有一天 他会离开民众党 然后那一间房子还是他的 不然的话一般人 不会做这样的处理 所以我觉得 这一次金华城 或是其他的这些 法律上的案子 也许对他会造成 某一部分的伤害 可是我觉得那个伤害 还不是最严重 最严重的其实是 他在木可公司的处理上 跟他去买办公室的处理上 其实是重创的小草门 对克文哲的信任 那这个信任老实讲 有很多时候 一旦对你开始产生质疑 大概就很难再回来 所以我个人是觉得 民众党现在已经 进入一个后克文哲的时代 要再回到那个时代 恐怕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 好 围绕在克文哲身上的争议 不管是不是有 这个司法上的一个问题 这个绕来绕去都跟钱有关 那这个部分 我觉得就是他的一个 最大的致命杀伤力 因为当初参选的时候 素人这个没有钱 这个形象的深植人心 所以他的支持者叫小草 那大家是省下了自己买鸡排 买奶茶的钱 三百五百八百的捐给他 所以事情曝光之后 赫然发现 看个豪宅就是上亿的 然后动不动呢 这个身边买个办公室 放在自己名下就是几千万 所以我想问一下介老师 就说这个曝光的种种案件 你觉得是不是跟他过去的人设 差别太大 所以到了金华城这个案子之后 很多民众就会觉得 又是这个钱的问题 会有先入为主 我就不太相信他 那这个人设崩解 对一个政治人物来讲 是一个最大的危机 还有我特别想说的是 他的危机处理能力 他的团队危机处理能力 真是让大家有点跌破 眼睛不可思议 对 他那部管理是一团混乱 他自己也承认 他说我用人不当 似人不明 对不对 自己脑袋也常常发昏 所以这证明就是 柯P就是个凡夫俗子 然后用言以律人宽以待己 就是这样一个性格 可是我们就事论事 就是说他的选举补助金 补助款 他这个拿自己名字去买法 法律上违不违法 事实上法律没有说 他不能这样用 是可以的 所以中途很多人都提出来 要检讨这个政治献金法 或者就是政党补助款这个规定 可是我们这个看法律的时候 你要回去看他原来的立法的原子是什么 他这个法律的 基本上就是要让这个政党或候选人 不要因为选举经费的关系 受到财团 以及富人的什么 的垄断跟操控 就是要让他用这个钱 去怎么去竞选 如果说有的人选举的话 他选举的时候 把自己的房子拿去抵押 对不对 然后他不去跟人家募款 完全用自己钱 或者亲朋好友都抵押了很多房子 那你选完给你选上了 你搭辅助款 你把你的抵押款 对不对 你把那个房子抵押 从银行赎回来 这也是可能他立法的原意在这里 不过如果说是他这个选举的时候 拿的是政党 本身给他的补助金 我知道我们的主要政党 候选人都拿了很多钱 都是政党给他的 那结果呢 选上以后 他把这个政府给他的这个补助款 他放到自己口袋 那就有问题了 他的人设崩解有两个部分 一个当然就是钱的部分 大家觉得原来这个买个房子 就是几千万看个房子上亿 跟你之前塑造的那个 好像不太有钱 财力不丰厚的感觉不太一样 另外一个都是 他什么事情都说不知道 那大家会觉得说 这个不知道 你是不是不用心不负责 那作为一个领导人 最重要就是你的管理能力 所以一连串的不知道 你觉得会对他带来什么样的伤害呢 那一定是他支持者对他打了一个很大的问号 不支持他的人本来就没有要支持他 对 对不对 支持他的人 他们要自己要去 这个中间要去 要去 要去开始去质疑这个人 因为我们看这件事情 他不但是凡夫处子 还相当的庸俗嘛 就是说 做这种事情 这些都是他在 在他个人从政生涯 他的人格的上面的一个重大瑕疵 那要看他的这些支持者 那会不会就此说 这个 对不起 你这个我以后不支持你 可是你去看 我们就一码归一码 这个是他做党主席的身份 所出的事情 对不对 跟他做市长时候出的事情 那党主席这个部分 从法律层面来讲的话 事实上你还找不到他的问题 对不对 那从市长的部分的话 现在真的公务员是受比较严苛的 需要比较严苛的法律的 所谓的规范 来要求他的所有的行为 尤其公务行为 那这里面就是真正 真刀真枪 那就看你今天 他讲的说 840我不知道 那如果说 检方不服气的话 那你拿政绩出来证明他知道 对 那你用心证或者口共识的方法 那就比较难以服人 所以在这个案子的时候 光就这个案子 就是说 金华城的这个容积率的案子的时候 你看他的支持者 还是去包围了这个检方 在外面讲什么呢 阿伯清白 阿伯清白 他当然讲的是指这个金华城的 就是你在没有证明他是有罪之前 他当然是清白 那你要证明他有罪 请拿证据出来说话 杰老师讲的很对 就是依法论法 目前有多少证据才能说多少话 我想请教一下上海的这个情谊 还有包所长 这个柯文哲被卷入这一连串的丑闻 你们会感到意外吗 原本你们对于柯文哲这个人 是一个什么样的印象呢 包所长你觉得意外吗 当然是有点意外 柯文哲是一个新出现的一个政治明星 他过去是一个医生外科大夫 他非常有作用成效的外科大夫 十年以前他竞选担任了台北市长 那我们还是非常看好他 他在两岸关系 两岸的城市论坛上 还多多少少起做一些推动性的作用 两岸一家庭的概念的提出等等 也受到大陆民众的欢迎 那么从这个八年的过程里边 看到他市长也做得非常的努力 这是我的一个基本的印象 但是在进入他卸任台北市长以后 担任民主党主席之后 更多的是看到他的比较多的考虑到自己的利益 在推动自己的政党的一个发展 这是他所不够的地方 所谓的不够的地方就是说他没有 他尽管成立了政党 尽管有一个很大的政治组织 但是他没有政党的一个长远的见解 没有一个党纲来运作这些政党 这是他的一个不足 而且他的一些主要的资囊 也明显显示出他的不足 很多在关键的时候 蓝白河的关键的时候 起作用的倒并不是一些 政治上比较有历练的一些资囊 而是他的家属 他的家属对他的政治发展 或者说政治运作 或者说政党的运作里面 确实是发挥着很大的作用 那么从最近发生的这些事情来看 我想事情是蛮大的 对我从前最大的还是他政党付出金的这个部分 拿到了自己的口袋里面去买了一栋房 然后又租给人家这样的一种操作 这是做政党人士不应该所有 特别是他面对着广大的选民的支持者 他应该有更加更多的公众心态 去面对支持他的政党的选民 您刚刚也讲了 他从外科医生到一个政治人物 这样一个经历 包括他在台北市场的任内 所做的一些推动性的工作 那您觉得他是后来发生了改变吗 他原来是个政治素人 我们不能否认 他是由外科医生的操作 政治上的运作 他并不是这么熟悉 然后经过一段的台北市长的历练以后 他逐渐逐渐感受到 作为市长的一个政治人物的一个作用 开始在发挥他的影响力 那么后来他成了一个政党 但是这个政党的主席和台北市长的作用 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 一个是行政的区域的一个市民的生活 节奏的一个管理 建设的一个管理 那作为一个政党的主席 更多的是从政治的 台湾的政治的需求 政治的变化 来找到政治的方向 那他吸引了相当多的年轻人 看到他政治素人 好像没有很多的政治包袱 所以他是比较轻松的表达一些政治的立场 那么受到年轻人的喜爱 那么在台湾的两极风 政治上两极风化的一个状态当中 他是一个比较清新的一个心流 一个新的一致 所以他受到台湾年轻人 或者说中间选民的很多的支持 这是他的一个主要的形象 但是政治上还有操作的部分 不仅是你理念的奉献 还有他的政治操作 这个政治操作的层面上 他可能是不是这么严谨 不是这么他有一些自己的理解 或者说自己的认识 这些自己的理解和政治认识 和这个社会所规定的制度和法律体制 可能会有带来 有些不一定是法律体制会冲击他 而是他自己的一些个人的行为 和这个社会的次与是不match的 导致今天的问题的产生 那么我现在对柯文哲的情况 还难以下定论 当然还在过程当中 那可以看得到情况还在出现一些变化 当然关键大家都说了 需要有证据 有什么证据说什么话 那这边还想问一下 台湾演播室的韩冰 除了刚刚我们讨论的这些 目前围绕在柯文哲身上的 到底还有哪些有待澄清的问题 那既然说柯文哲他自己一直在喊冤 那为什么他又不说清楚呢 另外也想问一下司刚 你觉得我们刚刚讨论的 哪一个才是真正的柯文哲 他有多面性 其实柯文哲现在身边缠绕的案子非常多 除了我们刚刚谈到的金华城案 还有那个北市科案 还有台志光案 还有南港转运站BOT案 还有第一余果市场案 那他这些案子每一个大概他都要一个一个 去说清楚讲明白 那他接下来如果没有什么意外的话 他至少有三年以上的时间 大概都是官司产生 所以这是柯文哲自己要去面对 可是对柯文哲自己的支持者来讲 我看恐怕很多事情柯文哲也都没有说清楚 交比说我刚刚提到的 木可公司真的只是一家私人公司吗 他跟民众党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 他不是民众党的党赢事业吗 然后你在当时的政治现金真的没有留到木可去吗 然后你自己小孩的公司为什么要设在自己民众党的中央党部里头 这是明显违法的事情为什么要去做呢 那柯文哲他任用人的时候 比如说黄珊珊到底在党内现在扮演什么角色 因为黄珊珊目前是被处于停权的状态 可是你们开记者会他一样出席 善后小组他还是负责人 请问一下他在党内到底扮演什么角色 然后民众党整个的决策过程到底是什么 是柯文哲一个人决定 还是少数几个柯文哲身边亲近的人决定 还是大家集体共视觉 因为显然柯文哲过去在这一段时间所做的决策 包括买房子 包括找这些新的党部 包括成立这些公司 好像除了柯文哲跟他身边的人之外 根本民众党内大家都一无所知 所以你常会发觉民众党的人常被去上绿营的节目 或是被记者问到的时候 常常一问三不知 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也不知道该怎么辩护 所以我觉得柯文哲如果不改掉这一种 完全违背自己过去常常讲的SOP 而是因人色事 而是完全想到什么做什么的习惯的话 我认为柯文哲的旋风在台湾 大概就是渐渐消失 到最后无影无踪 那魏亚斯刚刚这个情谊问的很好的问题 哪一个才是真正的柯文哲 这是一个实际的问题 也是一个哲学的问题 因为柯文哲 我们之前跟他相处这段期间 可以看出他有多重的性格 那一方面他在很多的这种讲法上面 很诉诸道德 很诉诸理想 所以很多的支持者 小草门 就是因为他的很有这种理想性 所以支持了他 包括十年前的市长的选举 他说要打破蓝绿的高墙 他说要让政治还给人民 都听起来就觉得热血澎湃 我非支持他不可 但是一旦他掌握权力 一旦他执政之后 又感受出来 他很多的决策 非常的圈圈非常的小 而且他在很多的实践上面 是非常的相信精英政治 非常相信精英政治 而且他的决策过程 耳根很软 就当别人有去讲一些 其他意见的时候 他就听进去了 所以过去他说什么 台团用刀叉 把人的利益用刀叉把它吃掉 但今天他也做同样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柯文哲本身是一个 多重性格 多重人格的人 他觉得理想高举 但是往往在实践的时候 就跟他的理想刚好背刀而驰 所以他到底现在柯文哲 还是不是十年前的柯文哲 我觉得他连他自己都不知道 那我再问一下 杰老师在政治上 你的预测如何 柯文哲的政治生命结束了吗 我的看法是他会浴火重生 这个案子再办下去 办不出来的话 那柯文哲又变成个大英雄 他会有一种政治受难者的一个 他现在已经受难者了 他说我饱受凝虐跟压迫 下面这个小草在流眼泪 对不对 所以政治才是最后决定 台湾的政治才是决定 柯文哲最后的生死 那民进党的决策者 现在一定在盘算 如果说这个案子 加强了小草 最后对柯文哲的爱戴 然后最后 把所有的过去对民进党 还不了解的这种恶劣手段 在这次过程中 增强的对民进党 这个政党本质的认识的话 那民进党才是赔了夫人又责兵了 所以我觉得现在民进党高层 他在做一个很重要的政治决断 这个案子还要我嘴下去 我也想听听秦义还有包所长 你们两位怎么看 包所长您怎么看戴柯文哲的政治前途 政治前途我想还是两个方面 一个如果是定罪的话 那他政治前途就全部结束了 如果他没有被判刑 没有抓到证据 然后刚才那个杰老师说 也是欲火重生 但是我还是觉得 他需要对政党的不足心 需要做出一些反应 做出一些让支持他的人 有更多的理解 否则的话 我想他继续担任政党领导人 做政治活动的话 还是有很大困难 声音 struck 很 anterior 关注 没事 就没 communion 减少 Speaker 继续